把线一收 一定要带一个30米左右的线 然后加上30米左右的水管 就刚好够用 今天刚好热走了 哎呀好重 回家吧你 这还不能不差呢 反正今天咱跑不到 这些桂林的 长沙都跑不到 今天随便跑一下 对啊 其实要我说呀 咱也别桂林了 就桂州 往那边走先玩吧 桂林也热 要不然先导航同仁 往同仁那边走 干嘛放着舒服的地方不舒服呢 到六盘水还远着呢 同仁老热了 38 39 40多 六盘水从哪走了 也是这条路 也是这条路说 看一下 选哪条 选这条吧 重庆啊 选第一条吧 不然第二条 他说他要做轮渡 你知道吧 第三条就是中间 重庆不更热 那咱们这经过过去 肯定都热的呀 哪里凉快呢 你往下走 长沙也热 你现在倒了六盘水 对啊 只有六盘水 最凉快要 太凉快了 但是能带几天吗 凉快 哈哈哈哈 那凉快我能一直带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了 我们现在出发 离开武汉 不知道今天能不能走出武汉 今天往后面走的话 一路全程都走国道 往六盘水方向 因为那边比较凉快 这边今天出太阳 又恢复到三十七八度了 太热 出发出发 先去找个地方 把早午餐一吃 阿婷已经在前面的几公里了 到前面一吃饭 把饭一吃 出发 今天应该也不会走太远 走三个小时吧 走这个三一八 川藏县 正式再次踏上三一八 三一八国道 现在我们在这个三一八国道上走 感觉走国道 比走这个高速啊 有意思多了 走这个国道呢 可以一路上看看各个村庄的风貌啥的 在高速上就是从这个点到下个口去 前面感觉好像要下大雨吧 我们一路在追着雨走 刚出来的时候是三十七度 现在只有三十四度了 可能再往那边走一走会更凉快 感觉那边在下雨 我们一会儿过去看一下 我们到现在还没找到吃饭的地方 咋了 咋了 你又在搞模子的 搞模子的 在这吃个饭我们就走了 在这停会儿车我们在对面吃个饭就走了 开了两三个小时 我们现在到达仙桃市 你又开了两三个小时吗 多久啊 留了两个十一点多走的慢 两个小时有的 那他会儿可以休息的呀 那吃完慢的时候咱们就把住宿地给找了吗 是不是太早了吧 现在两点钟 不要因为早不要赶路了好吧 绝不赶路好吗 哈哈哈哈 我们现在找好 去对面吃饭 我刚才看到对面是有几家餐馆的 刚才我看到一家湖南餐馆 我好想听 就 没有停车地方 咋的想吃辣椒炒肉 对啊 想吃辣椒炒肉啊 那我打个地去 那吃辣椒炒肉去 哈哈哈哈 好想吃辣椒炒肉 在这个厅厅的对面有一家 九家土菜馆 来这边吃饭 看一看菜单子 这个呢 哈达这里面有菜 那里面有菜 没有菜 没有菜 那里面有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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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菜单点吧 三个人就没了 一个吃的小吃瓜呀 番茄炒蛋 我现在吃番茄炒蛋 青椒肉丝 嗨 你好先跟别人来吃饭的 出去 好了 我们今天的午餐 出去 一个小炒肉 麻婆豆 那个油麦菜 和西红柿炒鸡蛋 底下还有一只小猫咪 绕来绕去 吃饱喝足 跟着他们一起去买冰淇淋 嗯 中午要吃好喝好 便利店 拿一瓶这个 拿一瓶这个 我就吃一个老冰棍 我看这些减肥的 要吃呢还嫌大 看这些减肥的 要吃呢还嫌大 嘿嘿嘿嘿嘿 这个小这个 这个小 那个太小了 是吧 这个三色雪糕吧 阿婷是啊 你看小 我看小 我看小 哎 这个苹果不错了 可以 是苹果不 这苹果多少钱 这海苹果楼海鱼金店 乘几个吧 我们今天把车停在这边了 这边也有卫生间 主要是这边的环境特别好 我们的车的对面就是公园 公园里面全部都是荷花 荷花 特别的美 今天这边的温度还好 刚才车上显示 温度的话是 27度 不是很热 这会在外面也没感觉到热 看这边全部都是荷花荷叶 莲棚 水深2.5米 这个地方环境还是不错 对面有卡萨布兰卡 那边不知道是干啥的 一会儿没事干 转转可以坐一坐 可能是喝小酒的吧 有很多特色的 什么天地烤鸭 红湖 藕王 好了我们打算出去转一转 因为今天停车比较早 走国道就这样 慢慢的生活 今天跑了100来公里吧 准备去那边转一下 看那边的环境多好的 很休闲 快走快走快走 你在干啥 就非得闻一下 我走了 你去玩吧 这边刚下过雨 还是比较舒服 今天也不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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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